招巢蟹为什么一个钳子大一个钳子小 自然界十分崇尚对称美 从植物到动物身体几乎都是完美对称的 但在螃蟹家族之中却出了一个异类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招巢蟹 它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一大异小的蟹钳 有人也因此会好奇 它的大小钳子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分别又有什么用呢 招巢蟹又叫呼叫蟹 属于甲鞘亚门杀蟹科 头部和胸部呈现梯形 前宽后窄眼眶细长 其最大的特征就是胸前大小圆属的一对蟹钳 因其会经常摆动大鳳做出舞动的动作 因此又被称之为招巢蟹 招巢的目的有两个 一是恐吓敌人 二是用来求蟹 至于钳子一大异小的情况 仅仅出现在雄性招巢蟹身上 雌蟹的两只鳌都很小 原因也很简单 这与它们的生活环境有关 招巢蟹分布在热带海湾 主要是多岩和碱水的海滩 它们在泥泞的领域生存 应学居生活 并常有以专一的洞穴 但长每隔几天即会更换 绝学的深度与地下水位有关 穴身可达30公分 一般洞底需抵达潮湿的泥土处 许多熊蟹还会建造一个半圆散型的泥土盖 盖在洞口前用来伪装 招巢蟹的活动随潮水的涨落有一定的规律 高潮时则停于洞底 退潮后则到海滩上活动 起时修补洞穴 最后则占领洞穴准备交配 而在挖掘洞穴的过程中 就导致了招巢蟹钳子大小的变化 用近废退的道理 放在招巢蟹上也一样适用 用左边挖多了 左边的钳子就大了 右边挖就右边大 许多人之前还根据大钳子在哪边 来分辨招巢蟹的性别 其实只是习惯导致的 但和别的螃蟹一样 招巢蟹的钳子和脚 也同样拥有再生功能 用钳子挖洞的话 大概半年左右就会磨损 这种时候就会自动脱落 大的钳子脱落后 并不会重新长回来 而是小的钳子变大 原先的大钳子 再重新长出一个小的 轮流进行替换 不仅如此 招巢蟹在躲进洞穴时 还用大钳子封住洞口 来抵御天敌的侵袭 当然 也有生物学家认为 造成大小钳的原因 不仅仅只有一个 在求偶的过程中 熊蟹经常要进行斗争 洞穴的归属权 也会使得他们大打出手 而在这过程中 大小钳子的存在 往往能提升 招巢蟹的战力 大钳子用来进攻 小钳子用来防御 其辅助作用 以攻一守 让敌人落荒而逃 不过 在打架过程中 蟹钳也有脱落的风险 通常也都是大钳断掉 小钳通常在一周内 会长到大钳的大小 在自然界中很少能看到 两个钳子一样大的熊蟹 招巢蟹的种类多达一百种 居住在靠海环境的它们 也经常成为当地人的美食 洗干净之后 用生姜和甜酒进行腌制后 放在石墨里面捣碎 变成护状之后装痰 便做成了蟹子酱 是拌饭的不二选择 而想要抓到招巢蟹 也需要下一番功夫 熟悉招巢蟹习性的渔民 通常都会根据潮水的走势 来决定是否出门补蟹 招巢蟹一般在退巢之时出动 掌巢就回到洞穴里 不仅如此 它们还拥有变色的功能 从早到晚 招巢蟹的体色都会随于光线变化 到了夜晚 它们的身体的颜色会变浅 白天拥有鲜艳的体色 能方便熊蟹吸引异性 招巢蟹大小钳子 以及不断变化的体色 都是几千万年演化的结果 没准未来的某天 人类也会和它们一样 因为环境的变化 一只手大一只手小呢